虎兔10月9月选,根据塞尔电台消息,黄马希望在1月份签下埃札尔,然后明年夏天继续争取内玛尔,塞尔电台消息表示,黄马再次考虑对埃札尔出手, 福洛伦蒂洛希望在1月份的冬季转会窗口拿下埃札尔,比利时人的合同在2020年夏天到期,因此黄马希望能够,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签下埃札尔,本赛季12期没有参加欧冠,因此对于黄马来说,如果能够在冬季签下埃札尔,那么比利时人将可以参加淘汰赛阶段的欧冠比赛,不过,塞尔电台表示, 签下埃札尔并不意味着明年夏天,黄马就不会有所作为,福洛伦蒂洛将在明年夏天继续争取内玛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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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